现在在我手里拿到这一款是我们最新的一个915的一个电池激活板 这个激活板我们现在增加到了23个座子 它包含了iPhone手机跟安卓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机型 我们现在支持安卓最新的主流机型 像小米10华为P40OPPO的那些主流的一些型号 我们现在这个座子都是支持的 然后iPhone手机的一个系列4到11跟iWatch的系列123都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我们现在是给大家测试一下我们的安卓的一些主流型号 跟iPhone的一些新的型号 我们现在从里拿到这一个是iPhone11的 我们是在激活板上面有标明一些主流的一些型号 像我们iPhone这一边我们会找到一个iPhone11 iPhone11就是跟我们最新的S2这些都是通用的 我们找一个电池拨测器 我们拨测器以后是能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充电的一个电压 4.2V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电流是我们现在的电流是700毫安 那就是0.732 这里面是能实时的一个显示电压跟电流的 然后这一个它是充满以后它会自动转灯 我们现在充电状态是一个蓝灯 充满以后它会转成一个红色的灯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电池 那这一个是华为的P30 Pro 那我们也是能在上面找到一些标识 就是华为比较多的一些主流的一些型号 那我们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桌子 然后我们扣一下 我们在安卓的这一个 安卓的这些桌子的 这些桌子的 使用中它是不分正负级的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 这样子扣 那我们是可以看到这样子扣是 电压电流都是正常的在充电状态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反够来扣 就是我们在这一边扣 那也是能看到电压电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电压是4.18 然后电流是0.9A 同样的它是充满也是会自动转灯 这个华为METO30的一个电子座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可以看到电压电流是正常的 然后这个小米MIS3 我们同样的是找到小米的一个标题的一个型号 我们扣上去以后也是同样的看到电流电压都是正常的 这一个小米的一个NOT3 如果我们是在一边比较难扣 我们可以反过来的另一边 因为这个安卓的坐着它是扣分这副局就能识别的 我们扣上可以发现 这一个电池是一个满电的一个动态 满电的动态的话 它是不再进行充电了 那电流是只有0.01A 然后4.3A 那这个电池已经是一个满电的一个动态了 它就不会再往里面充了 我现在再看一下OPPO的比较典型的一些主流电池座 这一个是I-O7的 然后我们是找到OPPO217 我们同样的扣上以后是能看到电压跟电流是正常的 然后这一个是vivoX9的 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座子 我们也试一下 同样的扣上以后 电压跟电流都是正常的 然后这一个是OPPO217 R217的话我们是再来试一下这个座子 然后扣上以后电压电流都是正常的 这些所有的安卓的一些座子我们都是用的是一个原装的一个座子 每一个座子都是大概一个原装座子来的 好我们试了一些大概主流的一些新的机型 还有一些像比较我们主流但是会比较旧一些的机型 我们也是有做的像小米那些小米4之类的 然后我们是有 魅族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型号的机子 我们都是有增加了这一些充电的一个座子 好那这个915的充电气候板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